好了我们先撑出来200克的小红豆 洗干净之后我们再加水 浸泡它一天一夜 如果你用高压锅的话 就可以不用浸泡这么长时间 接下来我们撑出200克的普通面粉 再加2克盐 然后来开始和面 我们用50度的水 120毫升 分次加入到这个面粉里面 把它和成面团 搅拌到没有干面粉 我们把它下手揉成面团 现在盖上盖子焖5分钟 再来揉一遍 5分钟时间到 我们来再给它揉一遍 无论是发面还是死面 我们都采用这个方法 就是把它刚和好面团之后静置5分钟 或10分钟再来揉 就特别容易揉光滑了 现在我们再把它放在这个盆里面 但是表面要给它涂上油 表面底下都涂满油 这边上沾一点水 为了让拉布粘更牢 然后把拉布密封好 因为我们要放在这里 让它松弛40分钟以上 木密封好了之后 让这个面团最少松弛40分钟以上 之后我们再来处理 再来准备一下油酥 撑30克的面粉出来 30克的面粉 加上30克的热油 做成油酥 稍微浓稠一点 做好放一点备用 这个红豆我们已经浸泡了24小时了 现在已经很软了 一捏都能捏开 我们现在把水给它滤掉 利用熟面的时间来把这个红豆蒸一蒸 铺上一层纱布 把红豆均匀的铺在这个纱布上面 我们可以用高压锅直接压 也可以像我这种办法用蒸的 蒸的时间会久一点 但是有个好处就是水分好控制 你用高压锅压虽然很快 但是水分不好控制 压出来之后水分很多 待会炒馅的时候要炒很久 那我们用蒸的方法 虽然蒸的会久一点 但是蒸出来 因为它这个水分都 都透过这个纱布滤下去了 基本上很干 所以比较容易炒馅 这个只要冷水上锅就可以 盖上盖子 然后水开之后25到30分钟 豆就蒸好了 趁蒸豆的时间 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牛排 我买的是这种 我首先给它洗一下 这种牛排挺好的 你看没有那么肥 全是瘦的肉 它有的那种牛排 它是一层一层一层像雪花的 看过去很漂亮 但是实在是太肥了 这个很好 这个只有外面这一层 你煮好的时候 你把这层丢掉就可以了 剩下的都是瘦的肉 然后我们给它切一点 它一排里面有三个 我们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现在都切好了 处理很简单 你看这个肉还是挺好的 没有那么肥 把这个肥的那一面 朝底下放 肉切好 放在锅里 然后加适量的水 只要刚刚好 没过这个牛排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 放一些佐料 这就是准备好的 炖牛排的材料 干辣椒一个 八角一颗 肉扣一个 灰皮一点点 橙皮一小块 冰糖两块 小茴香一点点 花椒四颗 我不太喜欢吃麻的感觉 所以只加了四颗 然后姜片四五片 白酒四毫升 我们家没白酒 所以只能红酒了 我先把这些 放在这个小碗里面 待会儿放在锅里煮就可以了 辣椒给它掰一半 这些都装进来 盖上盖子 这样把它蒸在锅里 跟排骨一起炖就可以了 我们酒直接先倒进来 再加五克当鲑 还有一些像盐巴 黑胡椒 酱油 这种我们等汤煮好了 再出来调味 另外还有一个 这个是最重要的 咖喱 这个咖喱我们只要放一小块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这种咖喱 这种咖喱应该超市里都有 如果没有这种呢 你可以用这种咖喱粉也是可以 我们也给它加一小勺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现在我们汤就准备好了 肉放好之后我们直接选meat 它默认是40分钟 我们直接按这个时间按开始就可以了 这样子排骨汤就不用管它了 接下来咱们可以专心做红豆饼了 好了30分钟到了 我们看看红豆正成什么样了 一捏就碎了 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把它拿出来放在炒锅里面 好香的红豆香 我们把红豆一整包拿出来 倒在这个炒锅里面 最好是不粘锅 然后加入白糖 我加了两勺差不多35克 我们一边炒 一边把它稍微按扁一点 不要太整了 虽然这种有颗粒感的口感更好 但我们不要太整 太整就没办法把它捏成团了 一半一半吧 我们这个蒸出来的水分本来就比较少 所以都不用怎么炒 只要跟糖稍微混合一下 有一半把它捏扁掉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一半整的一半碎的 然后又很容易可以把它捏成团 这样就可以了 蒸的就是有这个好处 如果你煮的话就要炒比较久了 因为里面水分含量太大 现在我们关火把它晾一下 现在来处理这个面团 我们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让它擀出来 尽量成一个长方形 充实了一个小时的面团 延展性特别好 轻轻压一下 就可以擀很开了 我们把它擀成一个长方形 近似于长方形吧 我已经尽力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油酥 抹在这个上面 刮到这个边的时候留一点白 待会卷起来的时候粘住好 刮均匀之后 我们从一边给它卷起来 给它慢慢卷起来 要尽最大努力卷得紧实 卷成长条之后 我们给它均匀的分成12份 然后我们这样处理一下 每一个剂子都给它这样处理一下 然后我们这样处理一下 边上捏起来 把油酥裹住 这样 再稍微对折一下 变成一个圆形的小剂子 放在一边 底下喷一眼圆满把它沾桌子 我们一个个处理 所以时间有点慢 先把它们全部都用保鲜膜盖住 避免它干燥 最后一个 两边压一下 两边封口压住 往下拉 捏在一起底下 底下捏在一起 形成一个圆圆的小剂子 我们做这些小剂子的时候 因为时间稍微久一点 所以你一定要盖上这个保鲜膜 以防它干掉 现在我们都做好了 把它盖好 松弛10分钟 这个时间我们来分一下 红豆馅 我们有一个小模具 来给它凉 这样馅大小就差不多 尽量均匀的把它分成12倍了 我撑一下吧 这个大大小小的 不是很 不是那么一样 虽然我有凉 我找一个中间的 撑一下大概有多少克吧 这个 38克 最小的33克 最大的38克 馅料我们就这样分好了 因为我这个很干 放的糖也少 水分也少 所以容易散开 所以我要给它保湿 不能让它太干了 如果被风吹干了 它就散开了 我先给它盖住盖子 保湿 好了 现在松弛的时间到了 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小面团 从第一个开始 炸一点点干面粉 压扁 像擀饺子皮一样 把它擀开 包入红豆馅料 然后利用糊口把它包起来 像做月饼似的 整理一下 然后轻轻的把它擀成车轮型的 一个红豆生饼坯就做好了 做好了之后 我们给它盖在这个拉布下面 防止它干 接下来的每个都这样加工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制作的过程 如果你怕粘 按板上先撒一点点干面粉 实际上不撒也可以 因为我们这个面是油酥面 不怎么粘的 把它按扁 然后把光滑漂亮的这一面 放在底下 之后就像擀饺子皮一样把它擀开 擀开之后 我们来包这个红豆沙馅 然后用我们的糊口 这样包起来 把里面的气体挤出来 如果你不想做出来的小饼不均匀 你可以把多余的面揪掉 但我做了这么辛苦 我不想尽量 自己吃无所谓了 按好之后 稍微整理一下 放在案板上 按扁 把它压成稍微薄一点的车轮饼 再整理一下形状 这样一个红豆生饼坯就做好了 整个加工过程 你都要用那个保鲜膜把它盖住 防止它风干 再松弛5分钟 然后垫饼当煎 松弛的时间 我们来加热电饼棒 预热好了 我们锅底下喷一层薄油 大概20秒 另外一面也喷一层薄油 翻一个面 我们用小火煎 但你要注意已经煎糊了 再盖上盖子煎二三十秒 好 三十秒过后 我们再给它翻一个面 再三十秒 又三十秒了 再翻一个面 这样每个小饼都翻过两遍之后 它的饼皮鼓起来就可以了 饼皮已经鼓起来 证明已经熟了 把它先装盘装出来 一盘好了 再煎下一锅 这小饼煎好了 外面是一层非常酥脆的皮 边上是柔软的 我们来切开一个看一下 外面这层皮特别薄 很酥脆 哇好烫 皮薄馅多 我尝一口 我这个配方只有微微的甜味 一口咬下去 满嘴都是红豆的香味 我喜欢这种口味的 如果你喜欢吃甜一点的 你可以多加点糖或蜂蜜 这个小饼刚出锅的时候热热的 外面是脆的 然后里面是软的 稍微时间久一点就变成 外面都是软的了 但是依旧很好吃 如果你喜欢吃甜的 炒红豆馅的时候 可以多加点糖 或者往红豆馅里面加一点蜂蜜 现在牛排汤也好了 我们把这个拿到一边先 看我们的牛排汤 打开盖子之后特别香 我们先把这个牛排捞出来 放在另外一个锅子里 如果你吃的比较清淡 这样吃就可以 牛排一根放在碗里 加一点汤 然后再调味 加一点盐 酱油 paper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再次另外一次吧 我待会去把这个油给它撇掉 这个牛排我们再给它加工一下 加工一下会比较有味道一点 把这骨头都抽掉 这汤里的牛油是这种颜色的 因为我们加了咖喱粉 用半勺这个油 这个牛油热了之后 直接放蒜瓣 稍微煸炒一下就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牛油放进来 然后我们倒酱油 酱油加的还是蛮多的 因为我们没有加盐 就只用酱油而已 稍微翻一下面 让它每个 让每面都均匀的沾上味道 盖上盖子焖两三分钟 可以了 出锅前打上抽花 满满的都是酱香味 这样我们又有汤又有肉 很好 出锅 可以熟了 不可以 一碗牛肉汤 一碗酱香牛排 再加红豆饼 开饭咯 下集参ة 2 3 3 5